奢侈品电商第一股四库1.2亿股权被冻结 股价较最高价已跌94% 11月19日消息 天眼查APP信息 近日北京四库商贸有限公司新增股权冻结信息 股权被执行的企业为北京四库商贸有限公司 全资控股子公司上海四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被冻结股权数额1.2亿人民币 除了此次之外 北京四库商贸有限公司还存在多条股权冻结信息 曾是中国奢侈品电商第一股的四库 成立于2008年7月2017年9月赴美上市 最初是以线下的二手奢侈品寄卖为主 之后业务重心开始向奢侈品新品销售转移 并于2011年建立了第一家线下奢侈品体验店 但近期因拖欠供应商货款 消费者收不到货等消息 让奢侈品电商第一股陷入了负面舆论的漩涡之中 5月25日 四库曾因未及时递交2020年财报 收到纳斯达克的警示函 2021年11月9日 四库终于交出了2020年的财务数据 台报显示 2020年四库营收60.19亿元 同比下降12.06% 归属于股公司的净利润为-7186万元 同比下降146.35% AI财经社了解到 2021年以来 北京四库因多次因违反广告法 产品质量法 电子商务法等是由被行政处罚 累计被处罚5次 累计罚款总金额超111万 截至11月19日收盘 四库报0.86美元 每股跌幅8.51% 总是值6076万 较历史自高价15.48美元 每股跌去了94% 地址 感谢观看